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称中国是与美国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 对美国构成了无一伦比的威胁 说实话 这样的结果丝毫不令人意外 因为美国现在已经锁定了中国 如今美国抗议达不成共识 政党之间恶斗 种族分裂社会对立 但是却在对抗中国这一件事上达成了惊人的一致 为了对抗中国 美国已经进行了全政府 全社会 甚至前盟友的动力源 因此中美之间的对抗不是三五年就能结束的 很可能会持续三十年 五十年或者是更久 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美国以中国为敌 归根结底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中国的国力迅速的增长 并且有赶超美国之势 这使美国产生了失去世界老大地位的这种沉重的焦虑 二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与价值观 和美国完全不同 竟然也能够取得成功 而且还有赶超超越之势 这种制度上的挑战 更是让自诩为天佑之国的美国焦虑不已 在这两个问题上 中国有办法消除美国的焦虑吗 我们能放弃自己的产业升级 能放弃我们经济发展吗 我们能放弃在高科技和国防领域的进步吗 能放弃我们中国人对更加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那么我们能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吗 当然也不能 正是这一套制度 使我们中国的国力迅速的增强 社会繁荣 人民幸福 尤其是通过新冠病毒疫情的检验 哪种制度更有优越性 全世界看得清清楚楚 因此 维护这个制度的稳定和高效 已经成了全体中国人的核心利益 因此在这两个方面 我们都不能帮美国消除它的心病 由于美国体制的原因 它更容易受民粹主义的影响 更容易产生激进的政策 因此美国国内民众对华强硬的声音 可能会越来越极端 越来越疯狂 以达到其不压垮中国就不罢休的目的 中国做不到从根本上消除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焦虑 而这种焦虑已经变成了对华的全面的敌视 正在进一步转化为危害中国国家利益的实际的行动 为了应对来自美国的过程威胁 中国有三件事必须要做 而且要坚定不移的做下去 首先就是要继续加快发展自己 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 现在我们国家采取的一带一路 两阻廊这个战略 就是对冲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有效的策略 另外我们确定的做强内外两个循环 是打破美国经济封锁的有效的手段 我们必须沉下心来 在一些关键性的卡脖子技术上要加大投入 以求取得快速的突破 只有这样才能打掉美国对华的技术封锁 高科技产业脱钩的嚣张气焰 才能让那些在中美之间摇摆不定的国家 逐渐的远离美国的反华战车 其次就是我们要坚定的整军备战 现实非常清楚的表明 没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做后盾的话 美国恐怕早就对中国下手了 所以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军事威慑能力 要有能对美国的本土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攻击能力 要有让介入亚太和台海的美军 全军覆没的作战能力 有一点可以肯定 无论是在台海问题还是在南海问题上 美国军事干涉也好 武力挑衅也罢 这个程度是取决于中国的军事实力 最后我们要净化内部环境 准备决战 大战在即首先要抓动员教育 要让中国的全体老百姓都充分的认清 美国是要治中华民族以死地的强敌 忍让没有结果 认输更没有出落 只有准备同美国写战到底了 对国内的那些反动公知 去党恨国分子 我们绝不能姑息养奸 必须严厉打击 一个也不能放过 否则的话 我们在强敌拼命的时候 这些人必定会在背后捅刀子 好 这期话题说到这 下期节目再见